我們今天講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的起源 都是因為這個諾貝爾兄弟做炸藥 智庫 覺得好像對世界不是很主意 說服要搞一些貢獻出來 但是我首先要問陳尚霍士 如果從德獎來講 文學獎我是很清楚的 有些是不值得拿的 事後你覺得很多年之後 這個人都拿文學獎不是嘛 和平獎也是啦 不要說文學獎啦 和平獎的那個人不值得拿 和平獎是很搞笑的 奧巴馬拿和平獎 基辛格拿和平獎 為什麼會拿和平獎呢 但是照看物理學獎裡面是應該沒有拿錯 但是有沒有些人遺漏呢 就是值得拿而沒有拿到呢 你要看看哪一方面的科學研究 其實就算你說科學和科技之間有時的界線不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很記得公元200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是頒給雜成電路的製作 那次就是有位日本人拿 但是有人就會說 雜成電路的製作是技術層面的東西 不是科學的東西 但是你反過來又說 雜成電路對我們影響不大嗎 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就會覺得 如果諾貝爾獎是否已經有足夠的設置 或者是去幫我們去讚譽這些在科學所有層面上的人 剛才講到一些是科學和科技中間踩界的東西 我們又好像沒有能力去加許他們 另外一個就是一些數學的研究 數學當然就是說有些是應用的數學 有些是純粹是理論性的數學 但是有時候中間的那種應用和影響 你是想不到他們原來可以這樣發生關係的 那你譬如說那些純粹數論的研究 跟我們那個加密 即是怎樣去補密 資訊加密的理論 是直接有關係的 那這個原來是這樣可以用的 我想當初研究的人都未必是去想這件事 那數學上面 你去 另外還有一些在運算科學上面 人工智能裡面 你譬如能不能夠找到一些 很好的一些計算方法 節省大家的資源 而是做一些更加偉大的事 那這些似乎也是我們未見到 在這個諾貝爾獎那裡可以看到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諾貝爾獎去建構的時候 是19世紀末 就是開始頒獎是20世紀初 所以很多的未來的變化 我們都未看得到的 但我舉個例子 剛才你提到的 比如運算 譬如安·托瑞 其實以你看看他值不值得拿諾貝爾獎 如果他在生的話 那個影響全都大了 是的 如果給他 接著那些人說 不是 諾貝爾獎不是預頒給這類東西的 我覺得頒給他又怎樣呢 是不是 他很厲害 是不是 以及你要記住 諾貝爾做諾貝爾獎 很多時候就是 其實開始那幾年是因為那些人夠厲害 夠出名 才令到他的獎人出名 你以為諾貝爾自己本身這個人的名字是臭的 其實很說不好聽 如果說回你說 這個故事又要擺《科學回憶》那裡說 其實原來看回台獎 你有沒有聽過 為什麼諾貝爾要做諾貝爾獎呢? 因為他做了炸藥 死了很多人 他賺了很多錢 就要洗白了 但是老老實實 很多人呢 你就算賺了很多髒錢 然後洗白了 他不會想到要立刻做個獎出來的嘛 他可能想著自己做一下慈善就算了 或者自己 我用不介意別人怎樣看呢? 原來這裡有個故事很有趣的 話說 諾貝爾還沒死之前那幾年 他自己有個親生兄弟 好像是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就先死了 然後他哥哥的死訊刊登在當地報章那裡 那些人以為是他死的 其實死的是他哥哥的 然後報章那裡還寫了 這個人做了殺人武器 殺人魔王 透過去販賣死亡的人 終於死亡了 就是用了這樣的標題 Alfred Nobel 就是這個真正弄炸藥的 諾貝爾的這個人 他看到 哇 大佬 那家人死的是我大哥而已 你以為是我死了 還寫了這麼多風涼畫 其實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就是他終於看到他死了之後 那些人是怎樣評價他 平時他不太能看到 那些人就說 哇 你是有錢人啊 很有影響力啊 那些人就來求你 就多過來去罵你 是吧 但是他看到原來自己的名字 原來就是因為一件這樣的事 就看到自己的名字原來這麼臭的 所以這件事呢 原來是對他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說不行 我希望在我死了之後 我想改變這個現實 當然我做炸藥 炸藥弄死了很多人 沒得改變了 但是我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令到別人記得Alfred Nobel 不是因為殺了很多人呢 這樣的樣子 那這個其實呢 就是現在人們考究一下 應該就是諾貝爾獎的起源 這個就是由他的那個立遺囑 和先前幾年的生平層面來去找的答案 不過如果你看現在維基百科 是對他的評價很高的 你這裡說他是慈善家的 不是剛才我們說的 是是是 Volentropics 變成真的可以洗白了 你都不得不佩服就是這個洗腦的效果 的確他也拿了他身家的絕大部分 九十幾百分 就拿去成立這個獎 他是真心想洗底的 那麼現在就歷時了一百年了 那麼其實都是對這個獎 都成為了這個學術界最高榮譽 那麼所以呢 都可以說你可以說是洗底成功 但是大家也都當然 如果說到一個發明炸藥的人 而且也都透過販賣炸藥賺了很多錢 那麼那種賺錢不一定是說說打仗 打仗你也可以說是用炸藥的那些人 而是實際上就是說呢 他自己本身呢 當時他自己不是去想著為打仗 而去發明這個炸藥 但是你猜不猜到他為什麼要是這麼死命的去發明炸藥呢 這個你講才知道 就是因為呢 當時開採礦 掘金 掘鑽石 掘任何煤都好 你全部要開礦的 開礦你要用炸藥 用那些傳統黑火藥是很差的 很不厲害的 放下煙花而已 又要用得多又髒 成本又高 所以他很希望找到一種很容易控制的方法 於是他那種消化金油 塑在一個托底的這種炸藥 他就發明了出來 那簡直就是說 他自己有份去投資在那些礦裡 他自己落手落腳做了研究去找那個怎樣去做炸藥 甚至乎去到就是當時其實呢 有份去很樂力研發炸藥的 除了他還有一些南非的一些商家 那你想像到了 在南非的那些就掘鑽石那些來的 那些開鑽石礦那些來的 那當初就是這些做抗業的人 就最樂力在這些化工那裡 投入一個層面來去研製炸藥 去掘自己的財富 所以講的那種販賣死亡呢 其實也是對於你也知道掘鑽石礦的人很可憐 那就是那個危險就是在這裡 那所以就是 為什麼當時的人就對於他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種痛恨在那裡的其實真的是 就是反壞死亡的人 是啊 但是為什麼羅貝爾長沒有掃落獎呢? 這個又有很多花篇新聞 他在他的遺囑那裡就寫著 他沒有說明是設立物理學獎 和化學獎 和醫藥科學獎 他純粹很籠統的就是 我希望我這個基金能夠設立一些獎項 去表揚這個最新的科學發言 和由科學發言應運而生出來的一些新的發展 那所以就由這一句話 知道人就說 其實他不只是對純科學研究那裡想加他 科技都可以的 總之是由科學derived出來的一些新的發展 那可能這樣你可以理解成 會不會就是科技都可以呢? 但是呢 就偏偏沒有數學 那這裡又有故事說了 那些人就傳了 他跟數學家交互 所以偏偏不設立數學獎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傳說? 我基本上是聽這個 沒有其他一個發展 是啊是啊 這樣說吧 但是這個就是江湖野史 實際上有沒有那個文字記錄呢? 但是對於諾貝爾去思考的心路歷程 那裡大家也嘗試去代入當時的場景 你說現在很主流的江湖八卦新聞 就是說 因為他曾經想追求過一位女士 但女士最後選了另一位數學家 不選他 於是他就不想搞這個數學獎 因為那個女士喜歡的那位數學家也很厲害 那怕一會兒做了數學獎 要頒給這個人 那調戲他就不相信了 這個就傳了很多年了 這個故事就 但是呢 如果撇開這麼說的話 就是放在當時 你在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如果你說最厲害的數學家 你如果問我呢 我第一個想到是龐卡雷 龐卡雷 這個級數的人 法國人 是的 就是反而所謂那位江湖傳聞的諾貝爾情敵 其實就反而大家都知道 那個成就沒有龐卡雷那麼厲害 所以你說如果有獎 應該都是先頒給龐卡雷 應該就是 還有就是說 當時再看回數學 這些數學 其實已經有人表揚了 尤其是在瑞典 當時還是不是 是瑞典、挪威、聯合王國 是不是應該 其實當時 國王每年的生日 他都會出一條數學題 去招攬那些數學家去解決 然後頒獎的 如果去諾貝爾又搞多一個數學獎 是不是不給國王面子呢 會有這樣的意味 其實當時就是 那個數學界最高榮譽 已經是皇上包辦了 皇帝的生日是Party的活動來的 所以其實 如果想回這個時空來講 你就算要頒 可能最後都是龐卡雷頒了 龐卡雷實際上 也都拿過瑞典國王的獎 而且也都是 其實那個獎 他那次拿獎 最後其實他沒有 他答不合這條問題 他答了之後 後來發覺 有人就發覺有些事情未解完 有些事情錯了 然後呢 他發覺自己不回應 但是從這裏就發現到 原來是有一件事叫混沌現象 數學基礎就從這裏走出來 這裏就講了另外一堆歷史 就是如果你說回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初的時空裏面 數學獎已經有一個最高的榮譽 就是由瑞典國王頒出來的獎項 諾貝爾不跟他爭鋒 其實是合乎禮數的 當然後來我們如果今時今日講 數學獎最厲害的 叫做菲爾斯獎 四年獅頒四個 就要寧缺勿攬 就有另一個獎 來去跟他爭鋒 但是似乎諾貝爾 因為自己也是瑞典人 他不去跟瑞典國王爭鋒 我就反而覺得這個 是挺合理的理解 另外諾貝爾自己 都是一個應用性比較強的人 一個就是發展化學 拿來掘礦的人 他未必能夠有那種品味 去意識到數學的那種影響 又順便不想跟皇帝去爭鋒 他不搞數學獎 其實如果你看看時空背景 更加像是這個 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不夠浪漫 我們喜歡聽浪漫的東西 還有最後他終身是單身的 是啊 沒有結婚的 他獨身的 好 這裡我們都講了 路貝爾的歷史 但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都有責任去講講 因為始終都是華人 華人拿這個諾貝爾獎也不少 香港也有崔奇 有高軍教授 但是有一個人物 我覺得他應該拿大 始終都沒有拿 就是吳建雄教授 到今時今日 這個差不多都很多年了 都差不多 楊真寧今天剛剛一百歲 都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歷史 但是我們今天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譬如今次這個物理學獎 是頒給他做實驗的 當年楊真寧和李正道 那個是一個理論 要透過吳建雄教授做的實驗 是證明到的 為什麼他不拿 為什麼會變成李正道和楊真寧拿呢 其實簡單的說 吳建雄用今天的標準是應該拿的 其實你說到吳建雄提醒的 我剛才沒有說到 其實如果說今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其中一樣有份去參與 那個量子糾纏現象研究的實驗的人 第一代 吳建雄是有份的 所以我會更加令我佩服吳建雄這個人 他不只是在楊真寧、李正道 那個語情不守行實驗那裡 幫忙出到的結果 原來是李正道都曾經想嘗試去挑戰這個 就是量子糾纏的問題 但是他沒有推導到一條 好像Bells inequality這樣的顏色出來 因為他都是做理論層面的 吳建雄也有份去建構一些實驗的人 去針對某些粒子去做 他有觸碰過這個問題 但是就應該 因為純粹有些技術問題 當時根本沒有可能解決得到 所以到今時今日 你那套電子儀器的那種靈敏度 可以能夠分別到那個東西 應該就是連光速還沒到之前 就已經發生了 要講的是這麼快事件的測量 你需要那個電子器件的靈敏度要是很高的 只不過在當時吳建雄的時空 是沒有這樣的技術 沒有這樣的儀器做得到 但是我想起就是 吳建雄其實有份去挑戰過這個量子糾纏問題 其實是 是啊 但是對於他來說 說得不得獎 都沒有分別的 因為他在麥理學上面的經驗地位 沒有人現在沒有 如果說女性的麥理學家 大家不會忘記的 即是你就算現在今時今日去到哥倫比亞大學 吳建雄教授這個地位 你依然可以很容易在校園找到他的名字 是啊 我覺得都不需要用你女性的麥理學家的 因為男性和女性這樣 我們不需要 即是吳建雄教授 即是那個年代會需要多說一些 是啊 現在來講 他是一個麥理學家 他 deserve 他是這個歷史的地位 就這麼簡單 這個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 是獻了他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歷史對獻吳建雄教授 一個諾貝爾麥理學長的 其實我們應該用這個做標題 是啊 好像是只有我來講的 哈哈 我們今天就花很多時間了 那麥理學長來年再見 我們期待這個就是什麽 跟著 文學長 是啊 那我們下星期再找其他的科學新聞和大家分享 好的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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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